纵管处一年一度的时尚舞台 2020玉妇伸展台大地时装秀活动 是以山脉旅游为主题 在玉妇自行车道东里铁马驿站 魅力的登场 专业服装设计组和创意走秀组 以及八位全国争选出来的设计服装 在伊林摩特尔的精彩展演之下 搭配优席夫采道艺术 乌客们也欣赏了一场视觉震撼的时装秀 专业模特尔身穿白色蓝色黑色服饰 走在一年一度的时尚舞台上 这是动管处办理的2020玉妇伸展台大地时装秀 有专业服装设计组以及创意走秀组 八位全国争选出来的设计师 以几粮山脉旅游年主题所设计的服装 在伊林摩特尔精彩展演下 搭配Yousif道彩艺术 游客们欣赏了一场视觉震撼的时尚秀 利用这个东里有一个生产台 那我们希望结合一些时尚跟在地的元素 以后希望用直上的部分来带领我们的观光 现场的活动还有规划潮农市集 邀请在地潮农将花冬物产与大家分享之外 跟邀请获得2018在地文化推广贡献奖的 花莲泰巴郎部落以及台东永康部落合作 推出红糯米田园餐桌 以及猎人夜食餐桌 联手打造专属大地时装秀的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供现场贵宾以及游客长仙 那我们最主要是要参加的话 就是推广我们部落的游城 跟我们部落的一些餐点 最主要是会有红糯米跟我们的那个黑米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季节线的一些野菜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认识我们的部落 前两届的大地时装秀并没有设定服装设计的主题 主要是鼓励参加者以花冬种谷的农特产业 以及农业资财环保范围做设计 今年开始则是搭配了观光局年度行销主题 几粮山脉旅游年为服装设计主轴 期盼能够透过时装走秀的方式 创造在地特色观光活动 并且能够推广山脉旅游 记者高松双副理箱采访报道 下出双副理箱采计 下出双副理箱采计 内边缸门